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面问一位女性朋友的年龄非常不礼貌 在大多数女性心里年龄就是一道坎 岁月一去不复返 原本青春靓丽的形象也逐渐开始向黄脸婆过度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同器官的衰老年龄 可以提前了解它 提前预防它 或许可以避免严重的疾病 女性器官衰老顺序或已公布 请提前了解一下 第一名 肠胃 我们都知道身体的营养 所需得靠肠胃进行消化吸收才能获得 而肠胃却是身体器官中最先衰老的一个部位 当肠胃衰老时 身体内的毒素就无法尽快排出 这样停留在肠道中的素变 又会被再次吸收 然后这些毒素就会在皮肤上反映出来 造成皮肤粗糙暗沉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总是便秘 就要小心肠胃衰老了 第二名 胸部 女性朋友在过了25岁之后 胸部组织逐渐老化 尤其是脂肪组织大量的流失 导致乳房体积逐渐缩小 进入40岁之后 乳房会慢慢下垂 而女性患有乳腺癌的风险 也会急剧增加 但是与乳腺的生理现象没有任何的关系 女性进入衰老阶段之后 如果存在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熬夜影响到身体的正常代谢和血液循环 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 从而影响乳房的健康 第三名 卵巢 卵巢是女性生殖器当中最重要的器官 卵巢主导雌性激素的分泌 而雌性激素往往决定住女性的健康状态 根据多项研究了解 女性在进入40岁之后 卵巢功能逐渐衰退 雌性激素分泌的越来越少 如果不及时保养 很有可能进入到衰老阶段 甚至导致更年期有所提前 第四名 大脑 随住年龄增长 大脑灰智会逐渐流失 额叶和海绵体提前萎缩 女性在进入40岁之后 判断力和记忆力逐渐下降 如果不加以调节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比较高 坚持运动 为大脑提供充足氧气和血液 维护脑部健康 第五名 臀部 对于女性来说 除了胸部挺拔丰满之外 还要有一个挺翘的臀部 女性走进健身房首先就是练臀 臀部是支撑人体 保护臀部骨骼的一个重要部位 45岁之后的女性臀部 会出现下垂的倾向 衰老速度加快 由于体内磁激素分泌水平快速下降 内分泌紊乱 失去了激素的支撑臀部 会逐渐下垂扁平 失去了原来挺拔的线条 要想改善臀部下垂的问题 可以在平时多做一些提臀拉伸运动 避免长时间久坐 多运动锻炼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第六名 手 我们常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如果手部得到适当的保养 衰老就会相对缓慢 最明显的老化迹象是 年龄点可能在五十岁之后才会出现 因此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却保守保持湿润 根据英国的一项研究 精心装饰双手的女性看起来更年轻 如果指甲上有亮丽的装饰 或手指上有小戒指 她们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而忽略手上的皱纹和斑点 女性若想延缓衰老 必须在平时做好七件事 一 保持愉快的心情 接受自己的年龄是很重要的 应该积极面对自己身体和容貌 在经年累月的变化 这有助于降低心理压力 二 坚持防晒 紫外线可以直接危害到皮肤内部细胞 不仅刺激黑色素生成 还会造成胶原蛋白流失 皮肤前噪 加速皮肤的衰老 三 每天坚持运动 很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不喜欢运动 再加上饮食不规律 体重快速地飙升 每天通过适当的运动 能够促进身体血液的循环 还能够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 能够将身体中的垃圾排除 让皮肤状态越来越好 四 社交沟通 经常与他人进行沟通 可以抵抗自身的孤独感 而且与他人沟通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加愉悦 这也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五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身体的健康 离不开日常的饮食 在日常的饮食过程中 最好可以吃一些新鲜 营养均衡的食物 少喝酒 少吃一些味道辛辣的食物 六 远离油烟 女性的主要职责 是在厨房做饭刷碗 因此油烟环境是不可避免的 但油烟环境对女性皮肤有伤害 七 睡午觉 中国人讲究早饭要吃好 中午要吃饱 晚上要吃少 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 中午一般在公司里 随随便吃两口解决 会选择吃一些比较顶饱的主食 比如馒头 米饭 面条的 这个时候 睡一个美美的午觉 就显得十分重要 睡午觉可以缓些 以上午的疲惫感 给身体一定的缓冲期 提高下午的工作学习效率 而且对身体有利 还能够延缓衰老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影片对您有所帮助 也希望您也可以帮助我 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 他们会感谢你无私的关怀哦 有缘我们下一期线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